Hello 我是Ivan 今天講BIRD BIRD就是B-E-R-T 就是之前2019年的時候 Google的演算法更新的時候 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algorithm 這個algorithm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它是很specific想去針對一些叫語音系統的東西 譬如我們現在多了會在可能手機那裡做Voice Search 我們會用Google Home 可能外國會比較多用Amazon Echo 就是一些對答形式、交談形式的搜尋方式 譬如我們如果在Google那裡打天氣 想知道現在的溫度那些 我們會直接打天氣的或者Weather 在那個對話的形式我們很少會這樣講 就是那件事很機械人和很無禮貌 我們通常會說今天天氣是怎樣的 簡單來說多了很多叫做廢話 對於搜尋器 因為今天天氣怎樣 就是其實除了今天就重要了 天氣怎樣其實是廢的 有這麼多的不同人講話的謊言、方法 他就會慢慢用Bird去理解大家的說話裏面 究竟是怎樣理解你的關鍵字和意思 最主要就是在做這件事 當有這件事的時候有些人就會擔心 那就是說其實Google會越來越聰明 在我說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未必要match我講的那隻字 搜尋那隻字 因為他大概理解我想找些什麼 那就是說如果做SEO 大家擔心的地方就是 我們平時如果要做keyword researcher 或者將一些關鍵字我們想要的呢 我們會將它放在這個內容裡面的 那如果Bird是這麼聰明的話 那很多時候我們未必需要 那隻關鍵字在那個內容那裡出現 那SEO怎麼做呢 那就是只剩下搜尋意圖的方法去做 那所以大家就很擔心這件事 於是他們就走了去問John Miller John Miller就很喜歡出來說話的了 就是講的是search console那個 叫webmaster那個負責人 那有人經常出來搭訪的 那很多人問他就是 既然Bird已經陸陸陸陸陸出來啦 就是coming out 那對於一些叫exact的keyword 就是譬如我們真的exact的想要 那隻關鍵字的話 那會不會影響呢 那John Miller就說呢 其實Bird呢 都不是剛剛 就是純粹2019年 出來的一件事來的他的意思 他說其實Bird呢就是慢慢慢慢的這樣去增添一些功能啦 或者是去train up他的那個智慧啦 去令到Google越來越理解那些users想找些什麼 就是不是純粹是touch著了一個按鍵 但是第二天呢就行了一個叫Bird的模式 就是不是這樣 他一直慢慢的演化一個evolution來的其實 那他說就是Google其實收集了很多的data呢 就慢慢去學習和理解大家的所需啦 那至於大家很擔心的一些問題就是 就是究竟他會不會其實我們再不能去做這些叫exact的keyword 那個繼續會有的 Google不要說要failout這件事 因為他大概了解你想找些什麼 但是Bird呢其中一個比較有用啦 尤其在外國市場呢就是 有很多人呢其實他們 他們未必會懂得串某一些字的去搜尋 可能串錯字啦串流一兩隻字啦 單數中數可能搞錯了啦 那所有這些的情況呢 Bird呢其實就會大概知道 這些是一些人為的錯失來的 那他就會幫你去找回一個正確的字 然後給回一個正確的答案你啦 就是不需要真的exactly打中了那隻字的 如果你有機會串錯的話 那另一件事呢就是 那些人問就是究竟Google會不會之後 不再用exactly match的keyword 就是說我真的有那隻關鍵字 放在一個內容裏面上Google找到的 Google會不會拔走這個這樣的方法呢 那Bird就說 Miller就說不會的 沒有特別intention 因為始終關鍵字都還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尤其在SEO的世界那裡 那Bird只是令到那個SEO是更加進步的 因為那個用戶打錯字或者是 尤其是譬如我當英文字 optimization是用z就是z 或者有些人是用s的 就是美國和英國的寫法不同 那它們是不是refer著一些不同的東西呢 但是其實可能是同一樣的東西 只是個謊言不同 所以它就會慢慢嘗試去聰明一些 就是令到打Z字的 都可以在s那個字那個 那個optimization那裡的內容都有機會出現 就是一個這樣的learning的過程 那如果你都對Bird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在一個comment那裡告訴我嗎 那另外我有個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page on Patreon的 有興趣我們了解一下 好的,好好的。好, aller想要見吧